四 汽茶了您呐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一個天津的河旁邊 一般在大陸內地這邊 是可以吃到河產的人就吃不到海鮮 河產的人吃不到海鮮 對 因為這是內陸 內陸 對 有的吃得到海鮮卻吃不到河產 沒錯 可是天津人有好處是 河產跟海鮮都吃得到 哇 真的很幸福耶 對啊 那可是唯一比較辛苦的一點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這麼冷的時候想吃河鮮比較幸福 他們天氣實在太冷 所以河都會結冰 然後就吃不到海鮮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帶了這一把 那把是帶的 那把是什麼 這是所謂天津的萬用鑿兵器 這個呢 1 它可以防身 2 它可以鑿兵 2 是不是 看這邊這麼的尖銳有沒有 鑿兵 而且你看喔 這邊還有食指幫忙的 這個不得了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是叫做 可愛輕巧小釣竿 把釣竿一伸開之後呢 往湖裡面 魚就上了 你好本的師父 這冰箱的沒有很厚耶 來… 跌開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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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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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人除了愛冰釣 吃海鮮更是講究 濃郁的蟹黃火鍋 是冬季裡限定的美味 脫骨魚好吃的成敗 就在刀工的精彩 另外 你不能錯過正宗的糖炒栗子 天津人到底有多愛吃 你看隊伍就知道 還有大名鼎鼎的狗牧裡包子 你絕對猜不到 買包子的店鋪 可以有多氣派多豪華 你絕對會擔心 這麼美味的包子 你不吃不到要怎麼辦呢 預備… 我今天我可以再吃個20樓 小心 有… 出來了 破了…好像破了 沒有啦… 你要裝水喔 你有裝水嗎 裝滿滿的 你在說什麼 沒有露耶 沒有露耶 這是要裂掉耶 然後他們的秘方在那個糖上面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變… 你在說蝴蝶蝶的變毒 你在說蝴蝶蝶的變毒 你走開你一直站在這位置 過去啊 難怪我都甩不開 邊吃邊玩 邊玩邊吃 天津招牌美食一字排開 美食現在大三通 在我們中間站的這位 臉色已經凍僵的師傅了 就是今天來教我們 怎麼冰釣的師傅 對 很冷吧 師傅 你覺得太冷了 師傅連冰釣都穿那麼少啊 對啊 我看了我多冷了 雖然是青青人也不能這樣子 對 以為自己是漢只穿成這個樣子 很冷喔 那來來跟我們講一下冰釣的 冰釣日子 享受 坐在冰上 坐在冰上 不是很冷嗎 這是個享受啊 對 這是一種樂趣 釣魚一種樂趣 那這個是一種 釣過的地方 釣過的地方就是說 這一塊已經沒有魚了 沒有魚了 對 不要這樣子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 站在這邊很危險的 因為師傅好像說 一致不能上來太多人 兩三個人可以 兩三個人可以 分開一點 分開一點 尤其是我這個胖子 不要那麼站太近 對啦 你要是發現冰裂了以後 你馬上要躺下 你不要站著 躺下 躺下 接觸面要要大 要咕嚕到岸邊 要滾的啊 滾到岸邊 求生技能 就一翻裂了 然後趕快躺下來 對 然後就 滾到岸邊 好來 夏雨喬我們做一次示範 我不要 沒有裂 等裂了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好 好緊張 那兩個東西才容易跌好不好 這裡好冷啊師傅 看看那邊 一二三 三根釣竿 原來要帶多點釣竿 才釣得到 師傅帶點魚 你釣完啦 今天釣得好嗎 你有釣到魚嗎 今天不行 四個洞耶 四個釣竿 踢開了 不要過去了 你們不用洞 我會坐 說不好 我有鞋子 自己 sentir快出來 來 你是不是有鞋子 你有浩子 有 而且剛剛它那個 不要這樣 有 沒有 劉大哥說 一月初的天津 因為氣溫不夠穩定 所以河面的傑冰層 還不是很厚 不過儘管如此 喜愛冰釣的朋友 已經忍不住跑來試手氣了 一般來說 冰只要有一吋的厚度 就可以讚人 根據冰釣愛好者的說法 最大的樂趣 在於有更多的垂釣點可以選擇 別的季節夠不著的地方 冰釣時可以直接走過去下溝 另外 冰釣的浮標就在眼前晃動 些微的變化看得一清二楚 感覺特別刺激呢 我看我就一直以這邊找一找 好可憐 我們找一邊找過的好了啦 我不要過去 來…師傅你幫我示範一下好了 在這邊示範就好了 脫紅缸的聲音好大 真的 嚇死我了 好像繞了一個圈圈是不是 喔 水出來了… 這個冰根本沒有很厚耶 鑿釣很危險耶 其實 師傅那鑿釣的時候都要站這麼遠的 怕…怕裂掉的 我也怕掉了 哈哈哈… 師傅說他也怕掉下去 哈哈哈… 師傅好噴嚇喔 有人掉下去過嗎 喔… 當然就會… 要送醫院吧 對啊 我就送 第一次了就掉下去了 你覺得他去過啊 是裂掉了是不是 好可怕喔 那我們離遠遠啊 師傅 快 剛剛有沒有這樣 這樣…師傅 他就這樣 師傅在釣… 和你釣出來的魚大還是小啊 小的… 小小的那種 魚兒弄好了是不是 開始要釣魚了 好 師傅啊 這放下去之後 通常多久才會有魚上溝啊 你要等著要 耐心等著 耐心等著 你等過最久是多久啊 一天釣不上的魚頭 一天都釣不上啊 這個冰釣真的是釣進去的耶 劉大哥說 根據他多年的經驗 冰釣的技巧 簡單的說就是 一釣 二香 三豆 因為早冰開眼的時候 魚兒都跑了 所以就是別急著下溝 要先把蚯蚓丟進水裡 用幼兒的香氣 把魚引回來 等下溝之後還要輕咬浮飄 因為俗話說 夏天魚著耳 冬天鵝著魚 這三個步驟完成後 就要耐心等待啦 有了… 有… 有沒有啊 有… 哪裡啊 有… 有…我剛剛看到了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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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魚… 有魚… 所以你現在摸完 你剛剛就知道 這個魚骨牛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樣叭… 你光這樣就可以把骨頭跟肉分開 它可以去骨的整個過程 完全沒有看到裡面的骨頭 就可以把它完全刺乾淨 要清除乾淨 工夫… 好… 謝謝 那個魚叫做 這叫針鳳魚 外面那個是零啊 對 很輕 很輕 邊吃邊玩 邊玩邊吃 魚骨竟然有洋芋片的口感 美食繼續大三通 有魚… 有魚… 小魚叫到了 等那麼久 有魚… 辛苦了那麼久 就那麼小一尾 對啊 這麼小一尾啊 辛苦總算是有代價 終於… 所以我們是這樣 要去料理這條魚嗎 準備… 喔… 你看這個好吃 天津這個魚啊 地方的魚 要撈起來特別好吃 你們有機會可以到 天津的菜館 那裡有一個叫 鎮鳳鱗 它的鱗 它那不用去鱗 魚不去鱗啊 對 它那個鱗 經過加工以後 魚吃得非常脆香 吃魚鱗就對了 吃魚鱗 還有一種是 脫骨鱉魚 脫骨 就是骨頭拿掉了 沒有骨頭 這條魚裡它沒有骨頭 魚沒有骨頭 好 我們現在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看看 脫骨魚怎麼弄 現在在做什麼動作呢 在鎚那個 肉本那個 刺粉 離粉 分開 分開 所以你現在摸 你就知道這個魚骨頭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這樣 吧… 你光這樣就可以把骨頭 跟肉分開啦 好強喔 很厲害喔 有… 有… 對… 所以你就弄成這樣 把那個刺子給刮掉 這個刺是技術耶 這個聽說 這個內地這邊 烤室有烤這一道菜 對… 所以你們必須要了解這個魚 就很熟悉它 我現在已經戳到這邊了 因為這個尾巴不是魚尺接著嗎 你要用這個刀 把他尾巴那個地方弄斷 它在去骨的整個過程 完全沒有看到裡面的骨頭 就可以把它完全刺乾淨 這樣清除乾淨 太強了這一招 現在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 那個刺的技術 搶連的地方 搶連的地方 要抽出來了是不是 喔… 不容易耶 開始了 出來… 它整個就拉出來了 功夫… 好適合喔 聽說… 剛剛倒進去 在這個上方的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這個地方 把地方直接劃開 這個… 這個就像是玫瑰 對 真的是 太適合了 所以你有用這個把它稍微 對 把它接進去 聽說這個把它水倒進去 打起來不會漏在這間河河的 對… 你看 是不是 完全沒有漏水 真的沒有漏水耶 好厲害喔 好飽滿喔 太厲害了 觀眾朋友 知道拖骨魚的技法 是中國國家級 廚師特考的基本考題 想要擁有國家級廚師的執照 就必須對魚的構造 有透徹的了解 大叔說 做拖骨魚的時候 要先摸清楚肉和刺的走向 下刀時一定要緊貼著魚刺前進 這樣魚骨拖出來之後 肉才會完整 而國家考試 除了第一關 魚拖骨後的秤重 不能差太多之外 還要通過第二關 裝水不低才算合格 真的很不容易 現在詹姆士要挑戰拖骨魚 有…我感覺到 你不要浮河了 現在倒進袋子邊了 現在已經倒進袋子邊了 不確定了 不確定了 好緊張喔 詹姆士 你這條魚拖完 我們也要裝水喔 看會不會漏水喔 你要小心喔 有喔… 它出來了 破了 破了 好像破了 沒有啦… 還要裝水喔 還會裝水喔 沒有… 這個騎地方好像有… 沒有… 不要吵我 好… 好 再來 這個…這裡還有我們邊那個 這個還有… 不理不理 你沒有看就知道了 沒有啦 師傅從外面看就知道 你當作在哪裡 師傅有那個X光的眼鏡 這個要到底 我可以重視 師傅你光研究這個魚的構造 你研究多久啦 你一個月喔 從這邊拉出來喔 就是… 喔 喔 氣喉沒有噴到你衣服 奇怪 你這個肉怎麼看起來很多 你看整個貓進去 它的魚肉 好 來 這樣要進入關鍵點 你要把它水加進去 你看到底這樣對不對 對 你有裝水嗎 裝滿滿的 你在說什麼 沒有 沒有 很有扣耶 太長了啦 詹姆氏的脫骨魚 凹得有點嚴重喔 我看魚肉應該也脫光了吧 好啦 既然這道菜的全名叫 八寶脫骨魚 內餡的部分也很豐富 是用絞肉 紅蘿蔔 香菇 蝦仁 筍絲 等八種新鮮食材 就調配而成 等塞滿之後 再拿去清蒸就大功告成了 大廚說 以前做八寶脫骨魚 都是用鯉魚 不過因為鯉魚的土味比較重 所以後來他們改用鮭魚 因為鮭魚的魚刺少 而且肉池也飽滿又扎實 八寶脫骨魚 鮭魚 脫骨骨魚 好軟喔 整個是軟的耶 老闆 它裡邊沒有骨頭 已經去掉了 脫骨魚嗎 哇 這一塊 我跟你講 魚肚這不得了 好軟 肉肉 哎呀 滑 軟 好軟喔 這魚 肉質太好了 這個魚皮的膠質也太多了吧 光用看我就會看到這些膠質 那你可以吃 再來就這一坨了 八寶蟹 它去掉骨以後 讓進去那是八寶蟹 它這個八寶蟹啊 厲害 我剛剛師傅在包的時候 我說這可以包水餃 因為裡面餡很好 我跟你講 水餃沒得比 沒得比嗎 因為它在蒸的時候 魚的魚汁已經揹到裡面 對 現在你的嘴巴裡面 是魚的湯汁在裡面這樣 這應該要一起吧 而且它蒸的裡面那些料用 好 有沒有 滿口的魚的湯汁 跟這個餡貨在一起 好鮮喔 真的好鮮 鮮味很十足 再加上有那個豬肉的香味 豬肉香味 它裡面的筍也放得好 冬筍 真沒有想到 八寶脫骨魚會這麼好吃 因為鮭魚的肉質 紮實又有嚼勁 搭著鹹香的肉餡一起吃 非常的對味 尤其是魚肉湯汁的鮮味 全部都清蒸到肉餡裡了 所以只要一口 就可以享受到魚肉的鮮味 和豬肉的香味 而且八寶肉餡裡的冬筍 更讓口感多了一層脆度 越嚼越香 越嚼越想再吃一口 不過劉老闆 其實要推薦下一道啦 這道魚叫做 這叫鎮鳳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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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這個是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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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酥脆的 好像裹了一層面皮 魚鱗在這裡面 扮演非常爽口的一個 是 它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對 重要的 有什麼講的 頭一句話講的 鱗酥 骨脆 鱗酥 然後就變成外焦鱗嫩的 這樣汁有點像 酸酸甜甜的 類似糖醋的那種 是 是 口味就是糖醋口味 你還可以做一個嘗試 來這一款 為什麼這一塊特別好呢 就是說它鱗酥骨脆的 你驗證一下 就是這塊 這個就是 欸 你要脆它 嗯 好脆喔 你聽 嗯 好脆喔 好脆喔 如果今天不是這個口 不是這個有這個糖醋味覺的話 好像在吃那個 馬鈴薯片 在吃波卡 咔嚓咔嚓的 有沒有 脆的好吃 鼻大聲是不是 要鼻是不是 這道鎮蹦鯉魚的名氣很大喔 是天津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名菜 重法是直接把帶魚鱗的活鯉魚 下鍋油炸 因為製作的過程很像魚在陣網裡 掙扎步跳 所以被取名為鎮蹦鯉魚 聽牛老闆說 鎮蹦鯉魚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鱗酥骨脆的口感 這考驗了大廚的火候掌控力 沒拿捏好就會魚肉老了 魚鱗焦了 魚骨更是硬到不能吃 所以鎮蹦鯉魚好不好吃 光聽聲音夠不夠清脆就知道啦 這鍋是什麼呢老闆 這叫鎮魚紫蟹 鎮魚紫蟹 鎮魚紫蟹 所以有鎮魚 對 原來有鎮魚和紫蟹 鎮魚紫蟹是天津的冬令四針 在冬天屬於是針品 紫蟹是什麼 紫蟹就是準備過冬的小螃蟹 小螃蟹 因為它準備要過冬 它要冬眠 所以說從秋葉 儲存著很多脂肪 這上面黃黃的真是蟹 黃黃的就是蟹油 你剛剛看到蟹油這麼驚訝 就只給你蟹油 好 多一點 多一點 好有彈性 你看 好像彈黃 師傅的背貌果然不一樣 好漂亮喔 我眼神都離不開 可以直接這樣抓的嗎 你走開你一直站在衛生 過去啦 哪一隊我都被甩不開 這已經比麵線還稀稀很多了 好 邊吃邊看 邊看邊吃 正宗糖炒例子 這個就是紫蟹 紫蟹 小螃蟹嘛 不搭蟹 不過它是當年 不到這個季節它就不飛了 怎麼全都是高啊 你看它這麼小 有這麼多高 鮮喔 好蟹喔 而且我們一直想說 這那麼小螃蟹 應該也沒什麼 很重的蟹味 或是蟹味 這會重 你這樣子拿起來吸 尤其是我這一種啊 滿滿的蟹油啊 你看 黃澄澄的 真好喝 鷹魚和紫蟹 是天津的東令四針 一月正是品嘗鷹魚紫蟹火鍋 最好的時候 因為新鮮的鷹魚肉質細緻 和紫蟹一起煮 味道更加鮮甜 而且大家不要小看 只有十元銅板大的小紫蟹 它可是螃蟹中的真品 個子雖然小 但是身體卻裝滿了滿滿的蟹膏 味道既濃郁又香甜 這個蟹黃湯頭太好喝了 所以這三道菜都是天津 都是天津 名菜 蒸泡魚 清蒸八寶脫骨 粿餡 銀玉子蟹火鍋 來天津啊 沒有吃到這三道菜 我跟你講就白來 說著說著它就繞過來 這個是 這叫雪花龍絮麵 這也是天津菜 這是天津的特點的甜點 這個口味呢是甜 後口有一點微鹹 它用手工撐製出來 手工 如果說是機器的能做的話 那就沒有提現出來 中國烹飪的博大精神 和它的藝術性 這是我們一般吃的那個麵嗎 就是普通的麵 就是麵 普通的麵 不是要把它拉那麼細的麵 這個很細 你說這是手工它怎麼做 手工 和麵以後 加少許的鹽 給它摔上勁 它的這個麵 為什麼能拉得很細呢 從蛋白質的角度來講 它麵粉 尤其是北方的麵粉 它主要含麦椒蛋白 骨子蛋白 這兩種蛋白質的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說它如果拉以後 上這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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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麵 就拉 意思是說這個是拉出來的 對 還要拉出來的 我只吃過用麥芽糖 拉出來的龍鬚糖 因為麥芽糖的延展性很好 但是沒想到用麵粉 竟然也可以拉出 這麼細的龍鬚麵 而且炸過之後還不會斷掉 太厲害了吧 我一定要親眼瞧瞧 師傅是如何拉出 跟釣魚線一樣細的龍鬚麵 師傅現在是在盤麵嗎 為什麼要這樣子啊 這要把它調六軟 而且六個那個 接著得 精細要給六軟 好少彈性你看 好像彈黃喔 而且你看它是 拉完之後兩條弄成一條 它等於是麵條跟麵條 扒在一起 再拉開再這樣 一直這樣一這樣 所以它裡面的 就越來越紮實 越來越紮實 待會彈真的越來越高 這個動作這樣子一直 要做多幾次啊 要做多久啊 要得 得20分鐘 就這樣沒有停的20分鐘 對 對 那妳得有個人一隻在座 對啊 那妳這臂力一定很強喔 每天這樣子 我很有力耶 它的臂力 好乖喔 超乖的 是不是妳現在手會痠嗎 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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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的背方果然不一樣耶 好 好 要開始拉了 先把它粉弄上去 你看它只是隨便這樣拉拉拉 就這樣 有沒有 對 好漂亮喔 我也扯理不開 這個第二口 第二口 要拉幾口 要拉13到14 14 現在開始有點陽春麵的那個 麵條的感覺 你看它拉到現在都沒有一個段 它麵看起來就好漂亮 我不知道我想看 現在這個就有點像是 牛肉麵的那個 麵條的寬度 還要再拉 對 太細了耶 對啊 麵線 麵線之間 麵線之間 對 這已經比麵線還細細很多了 觀眾朋友 你有看清楚這條麵線有多細嗎 跟真一樣 我的天啊 實物說要用麵粉 拉出這麼細的麵條 盤麵的動作很重要 要不停的反覆 才能讓麵團很有筋性 如果中途停下來 讓麵團長時間接觸空氣的話 就會變軟 那就拉不出龍鬚麵 沒錯 師傅說得很清楚 我也聽得很仔細 但是做起來 怎麼就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好 再沾個麵粉 為什麼這邊有一個變成 沒事 你不要放我 為什麼這邊會打劫人 你在做蝴蝶蝶麵團 師傅我還洗帽我 洗帽 洗好 洗好的啊 你看我有四條了 我沒有怪 我超強的 我的媽 我要嚇死人 可以其實這樣抓的嗎 抓的 這樣 這樣 你走開 你一直站在這位置 過去啊 難怪我都甩不開 這種垂石掙扎 好傷 我覺得我們在會 我怎麼一直斷呢 這樣不是 我們在各甩兩次 就可以成熟了 因為我覺得在甩下去 我也快斷了 你自己看 大會自己看 我都會一直是這樣子 你自己都會一直這樣子 好 我這樣穩了我 來囉 這位在說 YA 要啦 要啦 拿起來看 不要 你看 真的是功虧一虧耶 我的龍絮麵 本來是可以成功的啦 師父說 因為我拉的時候 沒有掌握好 每根麵條的長度 像師父的麵條 就是一樣長一樣細 而這樣又關係到 拉麵時手腕的力道 反正龍絮麵沒那麼簡單 我們還是吃龍絮麵 比較適合啦 這種菜啊 你不進廚房看 你永遠不知道它 功夫這麼大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這一盤 它的這個總的顆數 是一萬三千五千 吃在嘴裡 也是覺得有上萬個 一個酥脆 一咬下去 喔 粒密麻麻在嘴巴裡 而且你們記得 我們剛在 看它在 溜麵的時候 有加鹽巴 對 這個鹹味就是這個麵條來源 那外面只撒這個糖 再吃進去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好像是甜的 對 再咬下去越咬 鹹味就出來了 對 這個東西就是花了十幾年 才做得出來的東西 哇 這不是要會拉成這樣的麵條 需要十多年的工作 這個如果說像你一樣是學習的話 嗯 唯有靈性又有悟性 半年就半年 半年 差不多 有 劉老闆 差不多 他其實對他講話差不多 他半年 這是人心道嗎 怎麼可以試試看 這個不是 天津這個地方 是全中國腳踏車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們走的這個不是人心道 你看都是腳踏車 都是腳踏車 現在還好 你要是早上他們去上班 通勤的時候 那開玩笑 那叫做腳踏車 所以腳踏車比人多的意思 多多多 這幾天你有什麼想法 你知道嗎 在還沒來之前啊 我對天津這兩個字 只有兩個印象 第一個就是 狗布里包子 大家都知道 天津狗布里包子 再來就是唐朝裡 天津唐朝裡 對 這兩個地方 還有台北市的天津街那邊 很多日本吃的酒店 差不多天津街印象就是這個樣子 很多酒店都照料這個 是差不多這樣 可是你知道 狗布里包子台灣很知道 對啊 可是在日本沒有狗布里包子 蛤?日本沒有 對 可是我在日本唸售的時候 我就知道天津粒 他們講天津甘粒 那為什麼天津的粒子這麼有名 因為在天津以北 大概一百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河北的尊化 河北的尊化 尊化 對對對 是全球啊 生產粒子 最好的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 全國還是全球 全球 最適合生長的粒子 我可以先詢問一下 粒子是長在樹上還是長在粒子 長在樹上 長在樹上 你有見過粒子在嗎 沒有看過 那個海魚是 我在海裡面的 粒子是長在樹上的 這是毋庸置 說到天津 大家一定聯想到粒子 不過小劉說 其實粒子的產地 並不在天津 而是在尊化 但是因為長久以來 天津一直是對內或對外的港口 所以就成了粒子最大的集散地 和銷售地 另外小劉還說 吃粒子對天津人來說是一種習慣 尤其是秋冬的粒子盛產期 大街小巷 人手一包 一點都不誇張 而現在的天津粒子店鋪 都已經專業化經營 尤其是這一家 小寶 小寶 它很有名 很有名 這天津樹可以說最好的 天津最好的 你要買多少 先買個十塊吧 我剛剛好有人買幾塊 要買十塊粒子好不好 因為它裡面在這個大機器是這樣做的耶 喔 不是手工草 那是機器草 對 因為他們產量很大 十塊錢 台幣四十塊 這麼多 貼近了耶 買了粒子 我們就進去裡面 貼近去裡面吃啊 不管 不管 反正買了就老大 這個粒子齁 這樣好發的齁 欸 就這樣裂掉了耶 一整顆的 我們所知道的粒子都是人工草 對 那這邊是 這邊第一個 它 它的這個 每天賣的量非常大 所以說它現在用機器 據他們的老主說 他們一年要賣到一千六百多多 一千六百多 一千六百多 盾 盾耶 一千六百多 全中國嗎 沒有 這家 這家 對對 這家 這家 這個不比人工差耶 反而很甜耶 對啊 而且都說糖炒歷史 到底什麼糖啊 我們真的不懂 對啊 這就是這 加糖嗎 不小心 是不是你現在在幹什麼 就這個喔 糖葫蘆 這個白白是 這張米 這張米耶 這不是糖葫蘆來的嗎 怎麼會有米啊 沒有樣子從旁邊 你要擦喉嚨 對 我想說 你這樣好可怕 包子啊 它不只是一個包子 怎麼說 它是一個改變一生的包子 創造我們現在站在這個 狗布里包子 所以這是狗布里大樓嗎 邊吃邊玩 邊玩邊吃 狗布里包子隆重登場 有糖 美食 等等大山東 所以你現在在幹什麼 不是 我跟自己說 日本有糖 日本有糖 裡面那個一粒一粒黑黑是什麼 黑的那個是什麼 沙子 沙子 為什麼要放沙子呢 因為那個沙子有味覺 它會碰在喝氣 碰在裡面 然後就乾火 然後就乾了 好 保持那個溫度 所以用這個沙子咧 來炒這個粒子 沙子的熱度讓粒子少一點 這個糖水是味道它色澤漂亮 還是說它吃起來味道也不一樣 跟吃的味道沒關係 是不錯 跟味道沒關係 這個 跟味道沒關係 這個 是剛剛下鍋的 我現在手勢這樣拿沒有錯 其實它很燙 還沒加糖嗎 那個剛剛本來要拿 他說那不能拿 這個會燙上 那你可以比一下顏色 這個的顏色 它的顏色 對嗎 它就很油亮油亮這樣 對 看起來就整個這個糖的外 這個糖衣就已經泡在外面 原來淋湯水 並不是要增加粒子的甜味 而是用來幫外殼上色打光啊 師傅說 粒子好不好吃 甜不甜 全靠粒子本身的資質 而尊化就像是出產粒子的保證班 天津最有名的小寶粒子專賣店 就標榜只用尊化的粒子 因為光是天津人吃粒子的量就很大 所以現在都用機器來大量製作 剛才師傅說炒粒子食用的黑砂 只是為了讓粒子能夠均勻受熱 但真的要好吃 還是要靠粒子本身的甜度和密度 這個地方是過濾沙子的地方 它現在下來的時候它這樣剝 就把沙子剝進去粒子出來 詹姆士 吃這個粒子有沒有發現一個事情 怎麼樣 台灣也有很多糖炒粒子 可是為什麼有一些炒出來的粒子 它很難剝 你不覺得他們的粒子超好剝 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在炒的過程當中 它把外面的這個濕細皮一種削掉 所以它變脆脆就很好剝 聽說這個就是他們小寶糖炒粒子的蜜方 是不是啊 是喔 是喔 是嗎 他們剛才加的那個糖 也有把這個皮弄得很脆的一個作用 他們的蜜方在那個糖上面 應該 你看它裡面的感覺是這樣 這都是甜度的來源 這邊只賣這個沒有賣別的東西 也有也有 用栗子麵做的窩頭 窩窩頭 窩窩頭好吃耶 栗子麵做的吃窩 窩窩頭 它幾根 根 根 湯 不是湯 喔 羊羹的那根 羊羹的那根 那不錯喔 聽起來蠻特別的喔 好啊 那你看你去哪兒 好的好的 加油 加油 拿東西放 把它擠開的 你有看到那邊 我最愛的糖葫蘆 就這個喔 欸 它是糖葫蘆嗎 怎麼那麼多啊 這個是糖葫蘆啊 對啊 太對啊 為什麼 你為什麼都不太多 因為我們一般吃到的不就是 番茄 在台灣吃到的番茄草莓一些 你看 你看這些 他們中間都有夾東西 這個 這是什麼 橘色這個 就是花蜜桃 喔好 那我要一個這個 杏肉 對 山楂裡面包杏肉 對 蜜棗 我剛剛還看到 這個 是羊羹的 是羊羹的 你看橘子的 橘子 橘子蠻特別的喔 葡萄 葡萄看起來蠻好吃的耶 這個白白的是什麼 裡面 香米 香米 裡面包米耶 這不是糖葫蘆來的嗎 怎麼會有米啊 吃完這一串就飽了嗎 冰糖葫蘆又叫做糖堆 是天津的傳統小吃 早期的冰糖葫蘆 都只有用紅紅的山楂果 吃到後來餡料才越加越豐富 口味也變得越來越多種 小劉說 在以前冰糖葫蘆 只有在冬天才買得到 因為外層的糖衣 會被寒冷的氣溫給凍住 所以咬起來十分堅硬 很像在吃冰 那才是冰糖葫蘆真正的味道 但是如果在夏天吃 炎熱的天氣 把糖衣都給融化了 這樣會變得很黏 口感就差了 邊吃白 邊玩邊吃 橘子 葫蘆 糖葫蘆 美食進去大山空 打架了 好吃 是要繼續烏的嗎 你都不早講 我還以為你要看 你烏的蜜 你真的冰糖葫蘆 我覺得好吃嗎 我們這邊是這種冰糖葫蘆 除了以前的那個裡面 我們講的那個 蜜蜜很膩喔 蜜蜜是酸的之外 很少吃到是酸的 你說這個橘子是酸的啊 它酸酸的甜甜的不好吃 有多酸啊 吃吃看 酸嗎 酸酸甜甜的 那因為有糖所以應該還好 對啊 所以它的甜是 沒有人這樣子 從旁邊啦 你要擦喉嚨 我想說 這樣好可怕 你要幹嘛 酸 你看 有沒有 酸甜甜甜的 這個好酸喔 哇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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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什麼啦 鞭子很酸啊 鞭子很酸 然後外面的糖液下去 它剛剛好 很少吃到這種酸 然後帶這種白糖甜的 這個糖霧蘆 這口感滿妙的 滿妙的 這什麼東西 包子啊 它不只是一個包子 怎麼說啊 它是一個改變一生的包子 包子改變一生 你會不會太誇張 為什麼 為什麼 肚子餓的時候 吃一顆包子 會飽嗎 這麼大一個 飽不了 光是吃飽它是不夠的 對 可是它卻能創造什麼 它可以創造一個很偉大的奇蹟 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包子 它特別在哪邊 你知不知道 因為它創造我們現在 站在這個地方 狗不理包子 是不是 狗不理大樓嗎 狗不理酒店 狗不理大樓是什麼 狗不理大樓是什麼 那個大樓的感覺 這個包子 它不是只有這一間 有這麼 不是只有這一間酒店 不是只有這一間 它在全中國開了很多很多的包子 就是專賣店之後 開了很多很多的酒店 所以你覺得 它現在只是個包子嗎 不是 只是像個水龍頭一樣 對 而且一直從水龍頭 一直冒出來的包子 嚇死人了 各位觀眾 這裡看起來很像大飯店的地方 其實是狗不理包子大酒店 整棟樓裡面都是一間一間的包廂 而且賣的全都是狗不理包子 想要吃還得先預定才有位子呢 說到狗不理包子的由來 是因為一百四十年前 有一個叫小狗子的商人 他賣的包子很受歡迎 聲音好得不得了 忙起來的時候 客人問話也不回答 所以大家開玩笑說 狗子賣包子一概不理 久而久之 狗不理的名字就這樣被傳開了 嘿嘿 聽說這裡吃狗不理 還有專人現場包喔 一般這個包子在這個地方賣就是當場 在房間都做起來 對 這一根就是幹什麼 反皮兒的 根就好了幹嘛兩根 它的包後肌圓桿起來 唉唷 我聽說包子喔 這個底部 旁邊要比較薄 中間要比較厚 有沒有這種說法 沒有沒有 包起來的時候 因為上面皺症 不是不是 為什麼狗不理包子 是這麼有名還可以到海外 大家都認識著狗不理包子 因為狗不理它有它的獨特的 因為它這個從餡兒上開始 它這餡兒是水餡 喔這是水餡 對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比較濕潤 這是豬肉的 這是三鮮的 海參和蝦仁 海參在裡面 對 黑黑的這個 這個包得厲害喔 七八九十六十七十六 你數它幹嘛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三十二十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十一一 一般這個是十八到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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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以你們有固定的啊 對 這裡是狗咕嚕包子的特色就對了 對 它那面也是半發面的 它不是全發面的 全發面 半發面 對 你說這麵團 是 你看它的 有沒有 平均度 好漂亮喔 我已經折了20折 還沒有圓球 好醜 包子燙的… 蟹黃 蟹黃超濃郁的 邊吃邊笑 邊笑邊吃 果不理包子吃得我好滿足 美食繼續大三通 蟹黃超濃郁 有沒有 平均度好漂亮喔 口不理包子光用看 就是一種享受 李師傅說 他們的包子非常講究 麵皮和內餡 所以麵皮的部分 使用的是沒有發透的半發麵 因為這種麵皮沒那麼軟 吃起來比較有彈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 還能包住內餡的湯汁 另外在餡料的部分 則是使用水餡 也就是用湯汁和餡料 調配而成的內餡 不過李師傅說 調水餡最難的就是比例 別拿捏好 不是肉餡沒湯 就是湯汁太多 把麵皮泡軟或是弄破了 好香喔 我剛剛其實就偷聞了 它是已經… 這是生的 不能吃 好香喔 我好像… 就直接吃飯 我們一起學 按一下 按一下 按說明 好難啊 咦 就這樣 然後再捏過去 對 完了 我覺得我會回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你看我捏得多漂亮 好啦 這是師傅捏的 是不是捏的東西 還要往裡面 看一下 現在就見哪一面 你看哪一面 對 跟他前面前來 我已經摺了二十摺 還沒有圓起來 你看 我瞅瞅 你看 包子塔 快點包子塔 包子彈塔 這個然後… 你怎麼會變這樣 我已經捏到二十摺 為什麼它不會捲起來 沒捏開 它捏大一點對不對 對 往前一捏 這個不得了啦 狗不利包子第一次的四十八摺 一個我沒出來 包包子真的好難喔 李師傅說 訣竅就在於要學會 邊拉邊摺 邊摺邊收 這樣才能把餡料完整的包進去 不過因為狗不利包子的摺數 有十八到二十摺的限制 所以每次一拉一摺的力道 都必須相同 不然皺摺的大小會不一樣 那就不好看了 另外包好的包子要馬上拿去蒸 不然麵皮會繼續發酵 影響口感 熱騰騰 香噴噴狗不利包子要享用了 好期待喔 小細魚會飄餐 好 雞魚會飄餐 這是我包的嗎 好吃啊 這跟包子包沒有關係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包子塔 拿來去蒸也會好吃 因為它是餡料 試試看 這絕對不像你包的 剛剛好像超新的 你看它整個 有沒有 整個出來的餡就是很平均 在一個地方 對啊 整個很平均 而且為什麼 狗不利包子那麼好吃 就是在於 它的皮真的很Q 然後它的餡料呢 也不會太鹹 讓你覺得膩 我覺得我啦 我個人食量沒有這麼大的話 就你知道我的女孩子比較優秀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吃個二十龍吧 然後還放 我沒有一直吃 然後吃不起來 有龍子一直包 觀眾朋友 你知道這種專人餡包的狗不利包子 是怎麼計費的嗎 告訴你 它是以顆為單位 大小不過比湯包大一點 但是價錢卻是從新台幣40塊起跳 你可以有豬肉 山鮮 海鮮 野菜和全蟹等口味來做選擇 剛才我吃的第一顆是三鮮口味 外皮微微的甜 軟度彈性剛剛好 裡面鮮香的湯汁 濕嫩的內餡和整隻的大蝦 更是完美的無懈可擊 這樣的人間美味只有吃過才能體會 後 包子又出龍了 一人一半… 我放在我身邊這樣 一人一半… 那些是放在我身上 下面還有一個 一人一半 綠綠綠的這樣看起來就很好吃 好好吃 不是 因為啊 我本身… 因為我本身不喜歡吃素的包子 我不喜歡吃菜包 我只吃肉包 你看 內外都很綠 我先說回來 它的菜好香喔 它就是青菜裡面充滿了海味 它這個干貝裡面放得很好 你看 整個裡面飽滿 你知道嗎 你說這是小白菜是不是 對 小白菜干貝絲 小白菜跟干貝絲 小白菜跟干貝絲 這以後我吃不到怎麼辦 詹姆士 那你就挖到李師傅去你店裡上班啊 不過比起剛剛的三鮮包 我更喜歡這個翡翠包耶 好好吃喔 它裡面因為有干貝絲的提鮮 所以小白菜除了本身清脆的甜味外 還有淡淡的海鮮味 怪不得李師傅說 狗布裡的菜包比肉包還貴 因為它整口吃起來 既清闖又舒服 我的擔心跟詹姆士一樣 以後吃不到狗布裡 我要怎麼辦呢 大餐廳 好像還有一種 好像還有一種 還有哪一種 蟹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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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黃好了 不好意思 剛剛說這個 素的比肉貴 對 我看到菜單是這樣 那這個自然是蟹黃 這應該更貴 18可以錢一個 18人民幣 台幣… 蟹黃 快90塊 這一個要快90耶 平常要先聞一下吧 你不覺得好像喝湯這樣 那瓶酒 那瓶酒 拿出來搖 蟹黃超濃郁的 我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它的蟹黃裡面 都已經滲到外面 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 欸 你看 你很清楚看到這個蟹黃耶 這裡面包的還有蟹肉嗎 都是蟹肉 子母都包在裡面了 是這個意思 親子蟹肉包 對 親子蟹肉 親子蟹 山姆士的蟹黃… 親子蟹… 親子蟹黃包出體驗 我才… 你不要… 弄壞我的情緒啦